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最后涨192点也不错啦 一天起一百个的理念也不错 所以上个礼拜四跌174点 你敢买礼拜五涨109 今天涨192 两天是一个300点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行情跌不是坏事 跌是让你有减便宜货的机会 所以当趋势没有变 航行下跌的时候 你要敢买 不想买买 你要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如果买得不对 金元电章就打到跌停了 买错了就麻烦了 世新KY今天跌停 都去那里管 你再去追 不见得好现象嘛 养成买底部好习惯 全力冲刺520 在520前找底部的股票买 放心操作 礼拜五美股又大涨 上星期五 道琼涨405点 纳达克涨2% 奋得暴提涨了2.4% 因为上礼拜五 美国发布4月的失业率 失业率攀升到3.9% 现在是利空反而是利多 那发布利多反而不好 奇怪 因为现在市场都期待着 美国赶快降息 那你越是发布利多 降息的机会越渺茫 那反而发布利空 市场认为9月降息的机会 反而大增 所以利空反而是利多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起来什么 我们来看 ADR部分 台积电涨了3.9% 联电涨3.95% 日月光涨3.64% 这个对于美股带动 也有一份贡献 那更重要的 苹果涨了5.98% 苹果上礼拜给大家看过嘛 苹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虽然数据不好 可是公司要买库藏股 盘前交易就已经大涨6%了 苹果股价从199 跌到164 发布财报利空 下跌发布利空 反而行情涨上来 要做库藏股 要做库藏股 那苹果一涨 苹果本来就是 稻穷的成分股 所以苹果一涨上来之后 把整个稻穷成分股 全部也都带上来了 这里面还包含 脸书 微软 甚至于AI的股票更强 Intel 安谋 AMD 美超围 博通 NVIDIA 迈威尔 美光 因为AI大涨 所以让台北股市 今天跟着开高 台子企业盘就涨300点 台子企业盘就涨300点 那今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没有办法 你看哦 夜盘就涨300点了 那为什么今天 只有309就下来了 什么关系 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ADR涨了3.9% 3.9% 台积电要去几块 近乡来说 我们要去3.9% 要去30块 要涨到30块钱 今天台积电 没有涨到30块 只有6块钱而已 对不对 联电ADR涨3.5% 今天联电 也只涨3毛钱而已 日月光 ADR涨3% 日月光今天闭闭 那包含联发科 今天也不争气 四星KY 还打到点停板 这几档都是 主要的成分股 这几档都是台股 主要的成分股 台积电 联电 日月光联发科 四星KY 今天表现都不好看 不够烂 随台股开高走低 那成分股不够强 大盘还能够涨191点 那就是小兵力大工啊 对不对 底部的股票接棒起来 所以跟大家讲 管的就不要去堆啊 联电不高吗 联电很高啊 日月光不高吗 日月光也很高啊 联发科也很高啊 四星KY三千几块 也很高啊 对不对 我们不要去找高的股票 我们找高的股票来购嘛 今天小兵力大工 涨的加速 你看今天上市的部分 涨570加 跌350加 这才是重点嘛 这才是重点嘛 越多的股票涨 投资朋友越有利嘛 对不对 赚钱的机会越多嘛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看 维基路是才有超额利润 行情在拨的时候 你会赶欲 大方向没有变 行情跌 就是送你钱的啊 让你能够减便宜啊 那你如果胆怯的话 机会就流失掉了嘛 是不是 你看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以色列打伊朗 当天大跌一千点 大家走到要死 林何彦说 都在拨戏的 都是在演戏 赶快买就对 赶快买就对 4月22号赶快买就对 你当时有下去买 你就赚大钱啦 对不对 我们当时 趁着跌的时候 4月22 趁跌的时候 一路买进 到现在 一千五百点嘛 对吧 一千五百点啊 这个时候你敢买 林何彦跟大家讲 都是在演戏 你赶快买一千五百点嘛 一千五百点啊 你有买吗 所以节目不用看那么多 优质节目一个两个就够了 不然你专程 只看我的节目也可以啊 是不是 大盘我也很准啊 个股我坚持只买底部的股票 我没给你对管嘛 你看当时买的股票 材料KY七百三七百二 对 朔天 225 长龙行 台光店 360 到上礼拜五 长龙行 买个十张 7万块啊 现在已经到38块4了 已经10点都趟7万时了 山羊工业 74块 标到89块 买个十张这15万啊 台光店 360 这两天来到434 买个十张 360万你们都有啊 360万两个礼拜而已 探714万 也轻松啊 对吧 朔天 225 朔天 标到304啊 325标到304啊 那我370就卖了 我也跟大家讲过 370卖了就卖了 我不会再追高 今天是不是开高走地下来了 你再去追高 你就危险了嘛 是不是 你会队管的危险嘛 那我们昨天做两趟 两趟你买个十张就好 两趟加起来就80万啊 对 自薪270 今天涨到301 10张就30万啊 台大店 我们操作到出神路化 台大店操作到 操作到出神路化 所以 一天一个便当 两个礼拜的绩效 两个礼拜的绩效 好吗 绝对划算啦 资讯费都不是重点 能不能掌握好的机会进场 买对的标的减便宜 才是输赢的关键嘛 是不是 林尔宴带你进 都会带你出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你看上个礼拜四 上礼拜四跌174点 你假扮吗 上礼拜四跌174点 你假扮吗 你假扮 上礼拜五 去1007点 今天又涨192点 两天又300点嘛 对不对 上礼拜四 我们趁下跌的时候 跌174点 买星光金8块半 星光金 我们8.3 8.2 8.4 都已经开始在买了 上礼拜五 上礼拜四 趁跌的时候 8.5又买 一开盘就买了 三重底 净值15.5 净值15.5 股价才8块多 你不敢买 有些人听了说 星光金 全市场加 你那个人在说而已 没有老是在讲中股票 8块多的股票 你敢买 8块你不敢买 8百块你在唱 而且净值15块钱 你看今天星光金 是大气了 9.15了 你上礼拜五 定礼拜起 8.5买的 礼拜四8.5买 礼拜五 今天礼拜三天 不会趴 三天8趴了 我们8块2就开始买了 是不是冲出去啊 是不是喷出去了 三重底喷出去了 我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 我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 是不是又是买底部的 8.3 8.2 8.4 我是不是又买底部的 冲出去啊 不是我在买啊 连外资都在买啊 一个礼拜买了12万张啊 不是我的买的 还是外资也低的买的 只是我买的比较早 我买完之后 隔几天 外资也开始跟着买 我就跟大家讲过啦 指数2万多点高不高 高嘛 所以外资 开始都在减底部的股票 外资也在避重就轻打安全牌嘛 既然外资都在打安全牌 那为什么不跟着外资一起 找这种底部的股票呢 全市场只有我在买新光金而已啊 你看哪个老师在买新光金的 没有嘛 大家都还是在追高嘛 只有我找这种安全的 几乎没有风险的 让货源底部买赚大钱 坚持直买底部的股票 专期就给他拎的业了 你看礼拜四趁下跌的时候 礼拜四趁下跌的时候 新光金台达电305一开盘就买了 305一开盘就买了 紧接着礼拜五台达电 333 礼拜四305买 礼拜五333 10兆就28万啊 买个10张305万 礼拜四买到礼拜五 10张就28万啊 台达电做到出神路化 380跌到274 全市场只有我在买而已 全市场只有我在买而已 市场上来350卖出卖一趟 卖完之后也提醒你们 有跟单的要下车赶快下车 卖完之后是不是下来了 下来回来起当点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时间到了回来起当点 可以再买了 讲完之后是不是上来了 上来之后 326320就卖了 4月29 320卖出 等305再买回 是不是320卖出 305再买回 你看一档台达电 280买 350卖 70万 10张 拉回295买 320又卖 又25万 10张 拉回305买 又上来333 10张又28万 这样三担加起来 120万 10张就好 买个10张 300万 不用 300万 做三趟 赚120万 要好吗 划不划算 这两天外资 目标价喊到430了 划到4了3 你的宴是不是都在底部买进 是不是都在底部买进 是不是都在底部买进 说到做到嘛 对不对 我没给你推官啦 你长期看我节目你知道 林的宴只买底部的股票 我从来不追高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对 长农航 要不然去我就在讲啊 美国的航空股 大涨60%了 长农航本比才7倍而已 我还举台积电的例子给大家看 台积电套牢区没过关 股价压抑住 套牢区一过关之后都开始飙了 相同情况 会不会在长农航身上发声 讲完之后是不是喷出去了 全喷出去了 长农航现在本比才9倍而已 会去哪里 外资每天都在加码 上礼拜五又买三万四千张 三大法人都在买 你看最近所有报纸媒体 都在讲长农航 都在讲航空股 林台燕又是最早讲的 对不对 我不是最近飙上来才讲啊 要不然去我就开始讲啊 今天长农航 小跌三毛钱 没差啦 行情去去路路正常的 今天另外一档 台湾虎航一开就涨停板了 因为台湾虎航礼拜五发布财报 第一季1.92元 所以今天一开就涨停 那接下来轮到 常农航在发布财报之后 常农航会不会又喷出去 反正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对不对 我们31.32元 31.32.33 我们31.32元 才开始一直买了嘛 就一直买了嘛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要去哪里 你有常农航的来找我嘛 该买我会带你买 只买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林特彦只买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当然都如此啊 智欣260 为什么买智欣 最赚钱的类比IC 五个月没有涨 趁拉回的时候买进 是不是标了 10张就33万了 趁大盘大跌的时候 拉回270再买 270买来之后 就冲上来了 今天301 一张3万 10张是不是30万了 硕天 最赚钱的除能系统 217 216 225买 250先卖一趟 10张就34万了 拉回225又买 270卖出又45万 两趟加起来 是不是快80万了 买个10张 你不过才220万而已啊 220万做两趟赚80万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50% 才容易达成嘛 对不对 追高不容易赚大钱啊 追高反而让自己更危险 党党都是底部买的 技嘉350跌到220 也是我们在买的啊 谁敢在底部买 专业跟他拎的业娘啊 做个三趟就快40%了 美食350跌到200 谁敢在这种底部下去买 也是我而已嘛 两趟 又是38%了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50% 才容易达成 会去的股票 一支两支就够了 我们现在全力锁定这一档 融赚单股二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又成长一倍 北米才九倍而已 底部要完成了哦 这两天是最后的时间 礼拜五发布财报一定是利多 到全程行情就开始冲啊 你要跟我们一起 单股锁单 融赚单股 现在重点在这支股票 有兴趣的 王总统付电话 金东网网络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我们涨了192点 大陆一个礼拜的长假 现在回来工作岗位了 上证今天涨了1.1% 深圳大涨2% 香港也涨87点 香港是没有放假 你看香港股市最近 一路狂飙 一路狂飙 可不可以分一杯羹 可以啊 对不对 我在年初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了 中国50正二 55.95 跌到剩下5块半 剩下十分之一 敢不敢买 大陆要护盘 6.3% 6.3% 6.3% 6.0% 我们从6块钱 一路买上来 四十几% 今天要创新高 今天要创新高 中国50正二 你有买吗 5块6块你不敢买 你要买什么 对 已经快50%了 已经快50%了 互生正二 10.9 11块钱买的 我到现在一张都不卖 到现在一张都不卖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就会贪大钱了 全力充斥520 我们拆debol股票费 30% 50% 一样持续累积获利下去 不然跟我一起做 我带你进去 我会带你出 好啦 绝对划算 绝对划算 尤其都是买基本面最好的 你看三样工业 赚7.95 成长两倍 完全没去 有没有 77 75 75 74 75 一路买 买完之后是不是冲出去了 你冲出去了 是不是党长都找最赚钱 底部的股票 最高冲到79.5 台光电 两个月一说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也创新高 股价550 跌到350 拐在轻到 时间周期也算给你看啊 38天 20天的40天 两日之内反转 这种现行谁敢买 这种现行谁敢买 大家都认为是空头 空头现行 多空是一瞬间啊 时间算给你看了 你有没有 三百六买的 417 434 买个十张 就74万啊 买个十张 就74万啊 三百六买的 是不是又买底部的 是不是买底部的 礼拜五发布 四月营收50.6亿 月增8% 年增80% 又创历史新高 四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不容易哦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四月有清明扫木节嘛 对不对 多放个两天假期 所以正常的公司 营收掉个3%5%是正常的 你在有连续假期的时候 他还能够创新高 代表什么 代表手中订单多得很啊 今年四个月 除了二月以外 一月新高 三月新高 四月新高 今年四个月有三个月 营收创历史新高 上市贵里面的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斤而已 那股价还在底部 你说是空头还是 让你减便宜最好的机会 现在外资都喊到605了 那都喊到605了 在底部谁叫你买的 还是零和宴嘛 对不对 还是零和宴嘛 材料都喊到605了 现在材料KY 时间周期也是一样 两日内反转都喊到你听啊 今天材料KY打下来 敢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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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坐着我 还有好几档我没有时间讲 去的股票一支两支就有了 全力锁定 龙赚单股二 去年创新高 今年成长一倍以上 本比九倍 底部即将完成 去一支就有了 全力锁定 全力锁定 超出顺利